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要小心注意了 好 那今天呢 另外一个呢 是北部地区水汽又增加了 所以呢 北部地区包括了像宜兰 基隆 台北市 新北市到桃园市 降雨几率都偏高 那像这个基隆的这个降雨几率高达80% 台北市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也高达70% 桃园也有60%的降雨几率 而宜兰也有50%的降雨几率 所以今天呢 那么就北部地区 还有东北部地区呢 降雨几率是增加的 但中南部地区呢 相信之下就比较稳定 中部地区是阴天 降雨几率只有10% 南部地区呢 是多云道晴 降雨几率也是10% 所以南部地区的阳光会更灿烂 到了东部地区 花莲的降雨几率呢 是只有20% 但台东的降雨几率有30% 离岛的澎湖地区和金门马祖地区 降雨几率都只有10% 在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跟昨天类似 19到21度 中部地区是19到24度 南部地区是19到29度 东部地区是18到25度 澎湖地区是19到22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中 宜兰跟澎湖都是19度 台南跟花莲目前是20度 高雄跟台东目前是21度 这样的天气形态只剩下今天了 到了今天的晚上 尤其是深夜 因为今天是平安夜嘛 可能很多朋友呢 他的这个夜晚活动会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要去报家音啦 唱诗歌啦 要注意今天晚上到深夜的时候呢 就会有冷气团的前缘来报道 明天呢 温度会急剧的下降 下降的幅度相当的大 估计呢 这一波冷气团影响的时间到下个礼拜一 最低温可能只有10到11度左右 所以呢 是很冷的天气 请大家呢 要注意啊 好 这个是这个天气的部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 持续的上涨 道具工业指数上涨了196点 收盘指数是35950点 涨幅0.55% 纳斯达克上涨了131点 收盘指数是15653点 涨幅0.85% S&P指数上涨了29.23点 收盘指数是4725.79点 涨幅0.62% 费城半导体则是上涨了40.47点 收盘指数是3932.39点 涨幅1.04% 这里面呢 标普500指数 S&P指数呢 在创历史新高 这里面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科技类股呢 其实还有在整理 但是呢 这一个标普呢 是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 五大科技天王全数上涨 但是跟台股相关的ADR的部分呢 反而是跌多的 那么台积电的ADR呢 下跌了0.51% 红海的ADR下跌了0.4% 热光的ADR下跌了0.13% 联电的ADR下跌了0.43% 中华电信的ADR小涨了0.05% 虽然台股的ADR呢 跌多涨少 但是因为美股呢 持续的上涨 所以呢 带动了台子旗的夜盘 继续的上涨了41点 今天很关键呢 因为今天是冲18000点 很重要的关键时刻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是油价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1.03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3.79美元 涨幅1.42% 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1.56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6.85美元 涨幅2.07%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的这几天呢 市场好像已经很快的摆脱了 联准会还有包括了欧洲英国央行呢 货币政策呢 朝向紧缩的方向调整 这件事情市场已经开始 一突然又放下了 全部呢都开始呢 针对的是可能风险性资产呢 来投资 所以这个股市涨油价涨 然后呢原物料价格也都在上涨 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上涨了5.75美分 每普社1340.75美分 涨幅0.43% 而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上涨了9.5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811.70美元 涨幅0.53% 白银的期货呢 也上涨了0.53% 铜的期货上涨了0.02% 白金的期货上涨了3.58% 好那么这一些呢 是属于风险性资产的部分呢 不断的上涨而属于相对避险性的呢 美元指数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 那么今天凌晨呢 小跌了0.08个百分点 来到96.031 那至于在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也都是上涨的 英国金融税报白总股价指数上涨了31点 涨幅0.43%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54点 涨幅0.77%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162点 涨幅1.04%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了 在美国的 因为美国这个 今天他们就要开始过他们的圣诞节 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的节日 所以呢 很多的这个经济数据呢 都提前在间凌晨的时候呢 通通都公布了 那么包括呢 这个就通膨来讲啊 美国联准会最关心的数字 那就是这个个人消费支出通膨数字 个人消费支出 这个叫做消费支出物价指数PCE 这个PCE呢 它的年增率达到5.7% 创了39年来的新高 那如果说扣除掉食品 还有扣除掉能源 剩下来的这一些核心通膨呢 年增率4.7% 也同时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 好所以它只是再次的佐证 通膨的问题很严重 而另外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的消费者的支出 还有所得的部分 支出的部分呢 月增0.6% 但是呢 这大概就相当于PCE 就是这一个个人消费支出 物价指数 它的月增率 所以等于是呢 它的支出的增加 完全就是因为物价上涨 就量而言没有增加 但是呢 就价格而言增加了0.6% 而就个人所得的部分呢 月增0.4% 甚至于赶不上物价的上涨 这个是我们看到 物价跟这个个人的消费的这个部分 另外呢 在耐久财的部分 商务部呢 所公布的资料显示 11月份的耐久财订单 月增2.5% 这比市场的预期要来的高 可是这里面呢 其实也反映了通膨 而带动了很多 这相关的这一些消费 反而是呢 主要在与企业的投资 比较相关的 耐久财的这个部分的月订单呢 资本财的这个订单呢 月增反而是 月减了百分之0.1% 而在就业市场的部分呢 是持续的 这个维持在一个 就业充分的一个状况 初次请领失业就金人数 20万5千人 跟上个礼拜的数字相当 然后另外呢 连续请领失业就金人数 185万9千人 那么比预期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呢 也比这个上个礼拜的数字 稍微的低了一些 另外呢 消费者信心指数呢 是往上升的 来到了70.6% 这比预期 还有比上个月的数字呢 稍微的高了一些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反胜疫现象啊 到底会不会加重 这个粮食的通膨 最近呢 巴西有一个很重要的 黄豆产地 因为干旱的关系 所以呢 可能使得 它的黄豆产量呢 当地农业主管预估 会减少 原本预估的12% 减少的幅度相当大 不过它现在 目前看起来呢 还是一个单一地区的现象 那么其他的这个 这个巴西的其他地方呢 仍旧持续的 这个种植良好 所以呢 会不会带动粮食通膨 现在呢 还是一个问号 在观察 反胜疫现象的影响 而另外呢 这一个能源的警报 虽然我们看到 今天凌晨 包括美国天然气 还有包括了欧洲的天然气 都出现了暴跌 但是呢 因为之前呢 在欧洲的天然气的价格 大涨 而很多国家 其实呢 他们对于 这个电价是有控管的 那这个电地公司呢 能源公司呢 它是民营公司 但是呢 它对于它的售价上限呢 予以控管的情况之下呢 根据彭博资讯的报道 截至目前为止 在欧洲已经有超过 40家的能源供应商倒闭 那影响所及 不是只有电力供应而已 包括了一些金属的 这个产业 还有包括一些肥料的产业 他们要大量使用能源 都受到了影响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比特币啊 那么比特币呢 从10月份的时候呢 创下了6万9千美元的 这个高点之后 11月的时候 创下6万9千美元的 高点之后呢 那就出现了 这个急剧的下滑 一度呢 跌到了 这一块比特币 4万2千美元 不过最近呢 比特币又开始回挡 回升 然后呢 现在一块比特币 今天凌晨又突破了 5万美元 比特币的未来前景 又出现了激烈的辩论 那么有这个 英国的学者认为 可能回头要下探 一块比特币 1万美元 等于是把过去 一年半的涨幅 全部都吐光光 那但是呢 也有这个分析师认为 目前加密货币呢 只是在反映 量化宽松 退场的风险 那这个分析师呢 很乐观的认为 应该反映的差不多了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昨天呢 大陆互联网的巨头腾讯呢 突然的在昨天的盘前宣布 他是要用以派股息的方式 将他所持有的京东的股票 全数的配发给他的股东 所以他这一次呢 他配的不是股息 不是现金 也不是腾讯的股票 而是腾讯所持有的京东股票 这个呢 让腾讯所持有的京东股权呢 从17%降为2.3% 而腾讯的股东呢 就可以持有京东的股票 好 那这是不是为了反垄断呢 然后呢 减少他的反垄断的风险呢 那么这一点呢 引起市场的讨论 那因为腾讯呢 所投资的这一类的公司 非常的多 因此呢 市场开始热烈的讨论 那腾讯下一个 要用股票来派息的 这一个公司 会是哪一家 很多人点名的是 包括了美团啊 还有拼多多啦 还有快手等等的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陆港股的部分 昨天呢 都是上涨的 上证中和指数上涨了20点 收盘指数是3643点 涨幅0.57% 深圳城市上涨了72点 收盘指数是14863点 涨幅0.49% 而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91点 收盘指数是23193点 涨幅0.4%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在半导体产业的部分呢 根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所公布的资料 那么北美半导体设备出货的金额 在11月呢 达到了39.14 11月比10月又成长了5% 在创历史新高 所以半导体的需求 不断的还在增加 而设备投资呢 也不断的在增加 而台北股市的部分呢 昨天开高走高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上涨了119点 收盘指数17946点 涨幅0.67% 成交金额2751亿元 OTC呢也上涨了1.48点 收盘指数是233.35点 涨幅0.64% 好 值得注意的是呢 昨天三大法人同步都站在买方 外资呢不但没有放假 昨天呢还大幅度的买超了 这个180亿元 那么投信的部分 连续第八个交易日买超 不过昨天买超金额呢 缩小为1.7亿元 自营商的部分呢 则由卖超转为买超 买超了15.3亿元 好 昨天呢行政院主计总处呢 公布了去年全年的 全体受雇员工的总薪资 那总薪资排下来了之后呢 他的中卫数就是第50个人 100个人排下来第50个人呢 他的这个薪资呢是50万1000人 这个数字应该让很多人稍微的好过一点 因为之前呢 说平均数是65万元 年薪65万元 很多人想说我的薪水不到 确实67.8%的人 其实呢没有到平均数 所以呢超过一半的人呢 其实薪水都在年薪50万以下 好 这个呢 恐怕更比较符合现实 但也凸显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同时就 SPEAK helpful 不好 好 好 好